現在剛下課 其實蠻累的 不過今天呢 我決定要去超市 然後順便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在義大利常去的幾間超市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是S-Longa 然後呢 我非常的推薦大家 如果你是長期需要住在義大利 或是在這邊念書的人 你一定要買一台推車 這推車大概15歐應該就會有 因為你必須去搬水 如果你不喜歡喝這邊的水的話 你要去搬水啊 買菜啊 或是買足一個禮拜的量 其實都還蠻方便的 好 我現在呢 要去義大利的超市呢 我們叫做S-Longa 那S-Longa的S S-Longa就是長S的意思 然後它在義大利是非常 算是我們的全聯吧 就還蠻多的 其實義大利的超市跟我們台灣的超市其實是差不多 但比較有趣的是呢 關於這個秤重食物的部分的話 你是也做一個自動 自己去拿塑膠袋 然後來 呃 來選擇這個散裝的蔬果 那散裝的蔬果呢 你就只要選定好之後呢 看到它的編號 然後到秤重機之後 把它包好之後 貼上貼紙就可以算錢囉 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上面價錢就是 呃 這個蔬菜的價錢 只要是蔬菜是零售的話 你都是可以用秤重的方法去購買的喔 像我剛剛買的是那個櫛瓜 然後你選好之後 你就到這個機器去 例如說 像櫛瓜是79號 你等一下就按79之後呢 它就會給你張貼紙 你就貼在這個 呃 菜上之後 等一下就可以結帳 像我覺得它這個香蕉 算還可以吧 因為就是 0.98元 所以像這一串 0.85元 有些是0.85元 就是秤公斤 還算蠻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香蕉的話 其實在這邊 香蕉的話 這還蠻便宜的 然後像是我上面這邊寫 帕捏的部分 它就是所謂的麵包區 然後這邊就很多可以 限添麵包 它可以幫你包成火腿啊 什麼的 然後在這邊呢 就是有那個 這種已經洗好的沙拉區 然後 像這一包就是0.98毆 其實還可以 然後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吃芝麻葉 所以我就會買芝麻葉的這個菜盤 然後你基本上是不用洗 就直接可以吃 然後好像也有一些像是 這樣子的 這就比較貴 2.15元 所以我建議你如果喜歡吃特別的菜的話 你可以只選單獨的部分 然後像我一開始來的時候啊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我就會去買這些 算是已經煮好的東西 不過這個其實真的是 像那個雞腿就很難吃 Polo就是所謂的雞肉的意思 然後雞肉的話像這個是雞腿 雞腿它就有時候會有這種七肢放在一起的組合 然後算蠻划算的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雞胸肉非常的貴 因為你看它的雞胸肉 它雞胸肉可能才這麼少耶 然後就已經 八歐十歐了 所以其實雞胸肉的部分是非常貴的 這跟我們亞洲非常的不一樣 是因為歐美人士呢十分喜歡吃雞胸肉 但是呢對於我們來說 雞胸肉就稍微偏比較乾一點 而且呢再加上他們使用刀叉的習慣 因此對於他們來說 呃吃雞胸肉呢相對來說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像它這邊還會賣一些 算是像是牛肉丸的東西吧 然後一些像是烤的東西 烤物啊 然後這邊有 有時候這邊會有是放兔肉或者是馬肉 但我覺得你可能要翻譯一下 因為有時候它那個 兔肉跟馬肉的那個名字我們不太會 然後像這些東西就有點可怕 然後呢如果喜歡喝酒的朋友呢 在義大利的超市呢 你就可以買到一瓶可能大概三歐 甚至五歐的紅酒都已經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說像我們一樣都不太知道怎麼選擇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式你可以認明在 它會有個封條上面寫著 DOC以及DOCG的等級 但基本上DOCG以及DOC都是 意大利呢有關單位所認證的紅酒喔 所以你當你不知道選什麼紅酒的時候呢 我覺得你可以參考這個封條為主呢 但其實我覺得你就是什麼便宜就買什麼啦 然後上面有這個封條的話就更好 然後你現在看到這一區呢就是那個水區 然後水有分兩種 一種是Frisande Frisande就是氣泡水 然後另外是Nationale就是一般的水 像這個就是Nationale 這個就是一般的水 然後另外有叫Frisande 可是我現在沒看到 對於我們亞洲人來說 這邊的水池還是偏硬水居多 所以呢我們還是會習慣去喝超市買的礦泉水 這個就是Frisande 不過它應該會寫在包裝外面 還是我看不到 好 少年欸 你要去看眼科嗎 然後這邊這櫃就是雞蛋的部分 那其實這邊雞蛋也沒有很便宜 像這個就是12顆就4歐了 所以其實這雞蛋也是蠻貴的 不過就是還是得吃吧 其實這個馬鈴薯就是也蠻便宜的 它才0.98塊 然後如果你很懶的話你可以買這個水果啦 不過這個就有點貴 然後這個超市也有賣一些像這種轉接頭 因為有時候你買到的是比較粗的那個孔的話 這種粗的孔就是德國的轉接頭 德國的頭然後他們意大利的是 是比較細的 所以你需要去買轉接頭 不然你那個插座會插不上去 像在意大利啊我們其實通常 我們出國的時候都會帶這個所謂的轉接頭嘛 然後這種是台灣的插座 然後你通常都會買這種國際轉接頭去轉接 然後就插進去 可是因為呢 義大利它的電線有分很多種 是因為他們這個是會有 你有時候會買到這種像這種是德國的插頭 它這種德式的是比較粗的 但是義大利大部分的插座 都會是這種細的 你看它的差別 所以說假如說你買到粗的的話 你就必須再買一個這種轉接頭 然後另外一個不方便的地方是因為 其實很多的插座它會有這種圓形的設計 那台灣的這一種方形它有時候會插不進去 所以這點倒是滿麻煩的 就是你要買很多不同的轉接頭 然後除了那個S-Longa以外 在我後面這邊這個超市叫做Kona Kona也是義大利另外一個超市 然後它也是滿便宜的 等一下就帶大家看一下說 裡面的物價稍微比S-Longa稍微便宜一點 可是東西就比較沒有這麼多 因為我家剛好左邊是Kona 右邊是S-Longa 然後我是比較常是S-Longa 不過就是大概讓大家看一下說 有什麼不一樣 但我覺得Kona它其實比較像是 比較傳統一點嘛 就是它可能剛好這家比較沒有這麼新 所以可是東西好像有些東西會比S-Longa稍微便宜一點點 喜歡我的頻道可以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隨時收到米蘭最新的生活日記唷